洁安乡公所获得客家委员会所支持执行的 洁安客庄社区环境营造合成专案计划 工程进度已达50% 而乡长游淑珍专程前往洁安国小县地会刊 关心工程执行进度以及现况 也特别邀请了乡民代表等多名代表 共同为建设品质把关 工人们拿着工具持续加固结构强度 足以将广场上的钢架搭建成一朵铜花造型 这是洁安乡公所获客家委员会支持 在洁安国小当中所执行的 洁安客庄社区环境营造合成专案计划 在合成专案里面我们的风雨操场 创造了我们客庄的油铜花的美 就在我们的校区里面 一到五的上班日上学日就是小朋友来使用 四点以后休息的夜间跟我们的六日 未来要承担起给社区来共用 共管的一个共同使用的区域 为了迎接111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合成专案的附属设施 也将配合在4月份抢先启用 因此日前洁安乡长优书贞 也特别邀及乡民代表会等多位代表 共同前往洁安国小限定会刊 为建设品质做好把关 当然了我们这次我们代表会当然是非常重视 因为这对我们吉安乡来讲是非常重大的一个建设 从开始的时候我们由乡长就很积极的 在跟客委会在争取 然后我们代表会当然是极力的 配合极力的支持他们 那我们希望在有限经费里面 工程的品质上面我们也希望代表会来这边 配同我们乡长一起来看 是希望品质也兼顾到 那相信现场这样子看的状况 我们相信在未来完工之后 它的精彩度是可期的 而这项工程的内容包括风雨球场 厕所 展演舞台 砍台座椅 停车场设施 极力美化工程等等 同时也将在邻近住家的区域假装隔榨墙 工程预定今年4月底可以完工 游淑珍也表示 吉安客庄由童花的美即将盛开校园及社区之中 期盼持续推占族群共融的文化场域 构思创新创意执行 打造缤纷幸福健康的吉安乡城 记者 许立琴 简想报道